朋友们 星铁1.2的前瞻直播已经出来了 有哪些角色可能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 上半是任 下半是卡夫卡 这两个角色应该抽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别对事件啊 星铁铁道呢 它是一款回合制游戏 2000 years later 你想抽谁就抽谁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上半的任 任呢 它是一个风系毁灭命中的角色 小技能 烧血 打招 毁血 而且任有一个特点啊 不怎么费战技点 因为它放了战技之后 拿把剑 在接下来的三回合之内 普攻呢 将会变成强化普攻 使用强化普攻的时候 它是不费战技点的 而且它放完技能之后 它就可以立马行动了 但是这个技能 它是烧血 那不是很容易死吗 没事啊 我们还有个大招呢 死翻没几 所以求而不得 确能有诸位共赏 一下就给你奶回来 有的朋友啊 可能觉得 任这个机制会有点脆 其实不然任呢 比如它的生命值越高 它的伤害就越高 所以说啊 你如果全堆生命值的话 其实是可以到达 好几千上万的这种程度 并不太容易死 虽然说它的技能是烧血的 但是它战场的时间 往往要比很多角色 都要持久 恩公 干嘛 所以说啊 任是一个 技能打就能扛的角色 比较适合高压环境 如果说你是比较在意强度的话 抽个任还是很不错的 说完了任 我们再来说一下卡夫卡 我该说再见了 首先啊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卡夫卡的 卡夫卡如果出来 我必须抽 哪怕它就更加些 外头 砰砰砰 但是啊 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的 卡夫卡 它是打Doubt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持续伤害 反而是打持续伤害的 就没有说像打直伤 来得快 因为你需要 玩魔女宇宙啊 都能感觉出来 TiFi 一转 虽然说也有好几万 但是呢 没有说选什么巡猎啊 矿东矿矿的 懒得更猛 所以说呢 既然想抽 可以 那你需要了解它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你也不用说抽到它之后 它为什么伤害抽得这么慢呀 为什么像西安那样 一个打下去 好几万 或者警戒 因为卡夫卡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它这个技能 可以引爆队伍里边的持续伤害 这算是它的一个核心机制 我个人感觉 卡夫卡更像谁呢 就像还没有出现草神之前的尼路 但是它目前来说 也是有一个问题的 也就是并没有非常适配的队友 有几个比较适配的队友是谁呢 一个呢 是这个 桑本 原来我是一只 纠嘴的蝴蝶 原来我是一只 纠嘴的蝴蝶 桑本可以加风化 蝴蝶可以加触电的衣裳 还有一个就是 新出的鲁卡 他们呢 是目前来看 比较适配卡夫卡的 但是啊 他们也有一个很大问题 因为全都是四星角色 数值就摆在那了 上限比较低 所以说卡夫卡呢 我觉得缺一个五星的虚无非 当前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我不太建议 大家把卡夫卡拉了之后 再去把桑本 或者谁都拉一下 亏了点 当然 四年多就拉 全于大满 拉一就拉 毕竟手掌你身上了 我也无法可说 但你如果说不拉他们 你说过卡夫卡 也没查运 反正这也没有关系 虽然他好看 反正我先说话了 诸位随意 俺也一样 OK 任根卡夫卡 我觉得我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要出哪个 大家呢 就自己思考吧 鱼和兄长不可兼得吗 当然 有钱你也可以兼得 还有一种情况啊 也就是 每一个点赞关注的朋友 都能一发入魂 十连双晃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既要又要了 好 好 好